订阅观传YouTube 即时文法智慧对开 在学佛的人 在行菩萨道的人 你在人家心里 已经要强而有力的方法 烙印了一个 善性光明的印记 在人家的相续之中 所以你去广结善缘是如此重要 千万不要有无理 或者是脱续 失当 失得之处 去展现在人家的面前 这样不但对你自己 对我们道场的形象 对佛门给大众的印象 都会有很大的毁害 那当然对你自己而言 会有深重的业障 你看我都跟我们出家同修讲 出家人 喝饮料的姿势 吃饭的姿势 跟人家不一样 出家人讲话 不能嘴开开着乱讲 眼睛到处乱看 或者手舞主导 出家人讲电话 拿电话的样子 让人家觉得 你还是有一个庄重性存在 出家人讲电话 你都要小心 是不是 就是那个音量 那个神情 有没有笑得花枝乱窜 人家都在看你 出家不一定 就会建立无上的工业 但是出家他绝对可以 做一个好样子 给世间人看 在家的修行人也一样 你如果人生在世 不做一个好样子 给世间的人看 给后世的人看 而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 你可以看到 现在年轻辈的人 都是什么东西在熏陶他 都是负面的能量 正向的能量 已经很低很少了 那是人世间的希望在哪里呢 想到这个就有无比的痛苦 所以我们现在做得到 我们加把劲就可以 再更圆满一些 再多帮助一些的事情 应该没有懈怠推诿地去做 这也是自己忏醉消夜 广结善缘 跟众生了愿 的一个机会 很多人说 我没跟众生发什么愿 什么了愿 你过去生啊 什么愿都发过 由于没有了这些愿 一世一世重返人间 以因果论来讲 你欠人家一根针没还 其他的还 就剩这一根针了 都会为这一根针再来一次 都要再来投胎一次 你跟人家承诺的话 过去什么样的事情 包山包海都敢说 我将来一定要用佛法来利益你 我一定要广度有情 或者你灾祸节到了 跪在佛前 头乳倒算 额头都碰出血来了 这样磕头 什么事都发 我将来佛祖救我 我将来一定报佛恩 我一定广行天下一切善事 我一定不计个人的利害 我都要去弘法 你什么都敢讲 统统没做 那现在不是有为善的机会了吗 你怎么不去了愿呢 是不是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开示与直播通知 了解 我必须不去